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1959年 陈振聪出生于香港 父亲是中学教师 本来家里条件尚可 后来因父亲中风失去工作 全家顿时陷入贫寒 陈振聪作为长子 只好进入社会养家糊口 高中毕之后的近十年里 他做过酒保 服务员 销售等各种工作 但都没混出名堂 始终在温饱线上徘徊 久而久之他就冻起了歪心思 想靠摸偏文致富 1986年 27岁的陈振聪冒充儿科医生 先后申请了四张信用卡 套现近十万元 玩得不亦乐乎 等他故技重施申请第五张信用卡时 终于被银行发现了伪装者的身份 虽然没有坐牢 但留下了十条字的案底 眼看片数不行 他又打起了吃晚饭的主意 1989年 陈振聪抱团到内地旅游 认识了当导游的谭妙青 一路上把他哄得七婚八素 回港之后 事业很久的陈振聪顺势搬进了女友的连租屋 从此过上了吃软饭的幸福生活 闲来无事的时候 他偶然看到了父亲留下来的风水书《天图布局》 慢慢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 彼时香港风水大师盛行 不少香港富豪和明星都非常信奉 而内地正流行气功热 陈振聪宛如当头棒喝突然顿悟 何不以风水之术逆天改命 狠狠割一波韭菜 1990年 经过一年的苦学 无业游名陈振聪化身为风水宗师 在香港开设了振兴新龙堂 专门教授风水玄学 每月200包成大师 据说陈振聪的风水能力相当差劲 连罗盘都不会看 经常一边吃泡面 一边讲课 但多年的底层生活让他特别善解人意 很会看脸说话 总能说出对方想听的 所以信徒不少 生意非常红火 多年之后 有不少人在网上教人炒股 做自媒体都是这个套路 明明自己不懂 却收图无数 陈振聪可谓忽悠界祖师爷 陈大师不仅收图 也亲自上阵做法 由此认识了不少大人物 这也成了他不断往上爬的阶梯 1992年 陈振聪在一个餐厅老板的介绍下 认识了前议员梁景豪 这是他第一个梯子 当时梁景豪正面临牢狱之灾 陈振聪掐指一算 让他每晚烧15张1000元的钞票挡灾 梁景豪烧了一段时间后太肉疼 于是改成烧100元钞票 结果烧了近50万 还是被判入刑 陈大师后来辩解说 对方太小气 才有此一揭 梁景豪还有一个身份 女富豪龚如新的器载 陈振聪请他给龚如新带去一张神秘的纸条 由此搭上第二个梯子 从此一飞冲天 纸条上讲什么 待会揭晓 先简单介绍下龚如新当前的困难 龚如新的丈夫名叫王德辉 两人七枚竹马 共同经营着华帽集团 这对夫妻有个共同点 就是特别抠门节俭 属于身家过亿 但总在街边吃十元快餐的那种 有次过中秋节 他竟然把一块月饼分成十六瓣给员工发礼物 因为太节俭 最后把自己的命给送掉了 1983年 王德辉被绑架 龚如新五天内支付了1100万美金的赎金 王德辉被赎回家后 第一反应竟是抱怨妻子出钱太多 事后他们请了私人保镖 可王德辉嫌太贵 一段时间后就辞退了 结果不到七年 王德辉再次被绑架 龚如新又交了2.6亿赎金 可是人却始终没回来 警方破案后证实 王德辉已经遇害 被抛入大海 可是龚如新不相信 一直在苦苦搜寻 在传统的行侦手段失效后 龚如新开始迷信风水玄学 他曾远赴印度尼泊尔寝高僧指点 还到过内蒙古找上师 可大师们无意例外都表示 王德辉已经安息 让他极度失望 陈振聪巧妙地抓住了龚如新的心理 他在纸条上写道 王德辉正流落荒岛 急需救援 这张纸条既是龚如新的救命稻草 也成了陈振聪以不登天的入场券 1992年 新婚纲三天的陈振聪 第一次见到了55岁的龚如新 他斩钉截铁地表示 王德辉还活着 让龚如新特别兴奋 同时他观察到对方有头痛 于是采用独家按摩绝技给他按摩 短短一个小时 让龚如新身心愉悦 成功赚取了5.3万的咨询费 再次赚取了3.6亿咨询费 然而王德辉还是没有找到 陈振聪于是祭出杀手锏吃软饭神功 靠着甜言蜜语把龚如新哄得很快 发生了超友谊关系 然后靠着秦任的身份打着风水的幌子 此后十几年里一共赚取了近32亿 成功晋升为香港第一软饭男 陈振聪在赚钱巨额财富时 也一步步把龚如新拉下了深渊 他说红色聚财 龚如新于是不分场合 一直穿着红色衣服 陈振聪说他命格与常人不同 像个小女孩鼓励他扎马尾 龚如新于是晚年一直以双马尾雷人造型示人 还一度被西春为小甜甜 陈振聪说他命中有个孩子 龚如新于是跑到美国拼命打雌性激素 让早已绝境的身体重来红潮 结果诱发了卵巢癌 陈振聪说给他改过命能活90岁 所以龚如新明知有病却不治 一直拖到三年后不治身亡 甚至在龚如新去世之后 陈振聪还想发笔死人财 2007年龚如新病逝后第三天 家人按照遗嘱将所有财产捐给慈善基金会 可是到了第二天 陈振聪突然发表声明 宣称自己有新遗嘱 是遗产唯一继承人 随后双方围绕830亿港币的遗产 开设了长达数年的恶战 为了衬托遗嘱的真实性 陈振聪在法庭上表示 自己不是风水师 是龚的情夫 他首先晒出了与龚如新的各种情侣照 回忆两人亲密的各种细节 让人咋舌 随后又公布了两段私密视频 更加不堪入目 陈振聪是天生的演员 他在法庭上哭诉 爱上一个大23岁的女人有错吗 甚至为了证明亲密性 他还拿出了龚如新来红潮时的内裤 完全不给死者留一点尊严 不仅如此 他的老婆也亲自出马 当庭立正 陈振聪根本不懂风水 完全是靠按摩手法取悦龚如新 在此期间 龚家为了给死者保留最后的尊严 提出拿三分之一的遗产和解 但陈振聪并不满足 他全都想要 陈振聪与龚如新的关系 真真假假 很难被证实 但陈振聪的刻薄与无耻 却让大家非常反感 如果两人之间真有感情 龚家已经做出了让步 陈振聪没必要 丝毫不顾龚如新的荣誉 处处接人短 从那以后 陈振聪的风评已落千丈 不少媒体公然以陈皮鸭形容他 以此表达厌恶之情 可陈振聪依然洋洋得意 以为能以小博大 惊吞龚如新所有遗产 殊不知恶有恶报 到头来陪了夫人又折兵 2010年 陈振聪的遗嘱被证实是伪葬 因此被判败诉 需赔偿故意的诉讼费 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 税务局发现 他收了这么多风水费 竟然都没纳税 于是要求补缴3.4亿的税款 陈振聪不服 提出了上诉 结果又砸了自己的脚 2011年 陈振聪再次败诉 华茂集团以他不是风水师 却收风水费为由 要求偿还最后三笔 共计20.64亿的风水费 陈振聪估计打死都想不到 会有这么讽刺的结果 陈振聪还是不服 接着上诉 彼时他的财产已经缩水 只剩7亿多 为了支付高额的律师和诉讼费用 他不得不多次抛售资产 最后贱卖的只剩下结婚时的 两间小公寓 他以为赢了官司 就能全部收回来 结果败得一塌糊涂 2013年陈振聪终审败诉 因伪造遗嘱和文书 被判刑12年 法官甚至用极其严厉的口吻 当庭斥责他无耻 邪恶极度贪婪 奋斗十几年 积攒下的30多位财产 短短三年就这样化为了乌有 不属于自己的 终究是要还回去 陈振聪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2021年7月 陈振聪因为表现良好 提前四年出狱 他在狱中写了本名叫聪星说的自传 专门披露公如性的各种私密情节 还在恬不知耻的消费死者 他之所以能成功 最大的秘诀就是不要脸和会做人 入狱的时候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皈依基督教 风水大师成了基督教徒 够讽刺吧 而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基督徒在狱中有优待 可以做一些轻松的工作 还有单独的牢房 陈振聪和狱警的关系也相当好 大家都叫他匆匆 有一次牢房失火 狱警叫他不用怕 陈振聪第二天就让老婆写信给上级 悬染警卫的英勇并请求表彰 你看他多上道多会做人 有了这两项神功 陈振聪在狱中混得风生水起 出狱时红光满面 他在狱中不断钻研法律 研究心理学 他表示自己是冤枉的 还要继续上诉讨回自己的公道 只是不知道如果下次败诉 他会进去多久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喜欢狱姐的话 别忘记点点关注哟